今天來到土光環要帶大家去試一道廈門的特色小食 土筍洞 它是一種蟲來的 說真的,我有一點點熱熱的 我希望它出來不要那麼噁心 一起了解一下 這個就是土筍洞 我有一點點熱熱的 不過先試一下 它面上還有辣椒醬 其實它比我想像中好吃很多 其實它成舊土筍洞其實沒有味道 不過它只是有一點點鮮味 是啫喱的彈牙,裡面就會爽 平時土筍洞會用蒜蓉、陳醋、辣椒醬 它會放在表面上的 這樣就可以提鮮它的聲音 試一下就這樣吃個土筍 其實沒有味道 只有鮮鮮的味道 那土筍洞呢 特別的地方就是 當這種土筍拿去煲 它裡面的骨膠原是很厲害的 你吃的那些其實不是啫喱 是那些湯 因為太多骨膠原 它只要煲完拿出來 它就會自然就變成這些啫喱的形狀 那你可以想像它的營養價值有幾個 好飽的 然後這個味道就叫五香卷 也是廈門很出名的小食 所以很簡單 它就是用腐蹄包著肉 然後拿去炸 這個表面的角色 只要用它脆脆的脆口 味道就可以進入肉 很簡單 但是很野味的一道小食 很想喝酒 但這個沒有酒 很美味 很美味 真的很美味 很好 不錯 又便宜 這個好像都是 26分兩元 大哥 你真的要在土管這地方 才吃得這麼便宜 好吃 美食 但其實剛才吃過土筍 我第一次吃 入口是有些少反胃 因為心理作用的問題 但其實你吃真的 其實它沒有什麼 是挺好吃 挺鮮味的 所以如果你經過土瓜環 有興趣可以試一試 OK的 青春 青春一去不返 曾經何時都是這個球場的霸主 你知道嗎 老了 老了